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了 刘刚 不 真有危险 我能让你一直甜蜜下去吗 这符合我的性格吗 但我不信 有危险 我会先走 有危险 那接下来我就派上一位美女主持童小童 替你去探探虚实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乡村大擂台 有胆儿 你就来 来危险 据说有危险 非死即伤 这一次咱们就是冒着虎山行 来到了危险探访他们的武术文化 据说当地是以权著称 尤其是梅花拳 最近那时间很好奇 他们一直是闭关训练 觅不见人 气氛是异常的紧张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好像有动静 咱们去一探究竟 声音就是从这传出来的 他们就在里面训练应该是 童小童顺着声音找到了正在练习 梅花拳的师傅们 看着他们紧锣密鼓的训练 童小童决定一探究竟 我们知道训练其实是非常理解 但是为什么把大门都给锁上了 因为我们梅花拳现在有两支队伍正在训练 要进行一场真正的决斗 所以说关上门不让外面看 两支队伍你们只是说切磋一下 还是说要真刀真枪干一场 真干 真干 究竟谁胜谁负 拭目以待 石锐杰教练正是向张汝珍教练 带领的另一个梅花拳队伍下了战书 一场精彩的武术高手之间的对决即将登场 比赛规则 双方进行三轮比拼 分别是徒手 器械 教练 终极对决 第一轮徒手比赛开始吧 梅花拳是威胁优秀传统武术之一 本身没有固定套路 拳法因人而异 所以会有千变万化的可能性 黑队发起了猛攻 但是白队也是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两队势均力敌 一时间比赛进入胶着状态 白队经过灵桥的闪避 最终找准时机 一招制敌 经过第一组的比拼 张教练这队暂时取得领先 但是石教练也是来者不善 第二组他将会派出哪位高手迎战呢 这一局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 厮杀的难解难分 张教练带领的白队 看来这是有备而来 难道第二轮又是要赢的节奏吗 石教练带领的黑队 被对方连连击翻 第二轮比赛的胜负是否就此定局 黑队会有奇迹发生吗 果然在关键时刻 黑队队员用一招青龙白尾锁定胜局 第一轮徒手比拼 双方各有胜负 接下来第二轮器械比拼 双方又会有什么精彩表现呢 第一组的长枪对大刀 可以说是梅花拳器械中最常见的兵器 那么哪一方会更胜一筹呢 器械是梅花拳中不可少的一部分 由古代兵器演化与拳法相结合 形成独特的武术套路 一番激烈的比拼之后 大刀少年寄高一筹 拿下比赛 白队再一次取得领先 小学生们 开始 第二组长枪对双高 又是两位年轻队员 到底谁是本轮的赢家呢 两队队员虽然只有十五岁 但是年纪轻轻 便能将这两种兵器使得出神入化 真不可是四股英雄出少年 白队队员用一记双高红扫 挑落对方兵器 以绝对优势取得胜利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我们两位教练的巅峰对决 马上开始 请上场 终于迎来了教练之间的终极对决 诗教练 张教练 不同于弟子们 你来我往的比赛节奏 他俩的节奏绝对是 稳 准 横 招招之命 比赛到了尾声 未现武术大会总冠军即将诞生 究竟花落谁家 刚才看到我们的师教练和张教练的比评 真的是觉得很过瘾 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两个师傅的对垒 是 先采访一下两个师傅好不好 这场对赛就是我们私下 我们俩计划好 让弟子们进行对抗 寻找他们的不俗 然后呢 共同学习 互相学习 更好的发展没花权 好 特别感谢 甄利多对本环节奖品的大力支持 乡村大类台 有台 你就来 太怕了吧 那主要就因为 我没去不是吗 啊 我要是去的 嗯 是吧 哎呦 别 哎呦 大哥你站稳了 否则容易把地上砸个坑 既然你这么厉害 嗯 我就请上一位咱们威胁 最不威的 武功水平最一般的一位武术爱好者上场 好不好 让你把他打赢 打败 没问题 好不好 来吧 好 那我们就有请 李奇隆上场 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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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听讲这普通武术爱好者就这水平啊 哎呀我说刘刚啊 刘刚 刘老师 你要再不回上台咱俩就都有危险了 你回去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这里很好 这谁在想别人饭碗呢 你啥时候变摄像了 挺好的 我觉得这挺好玩的 我拍你 你看拍你啊 哎呀大脸 虚的 怎么虚的 我说了 你这镜头你要对准 招你要对准的 你是虚的 你拍我虚的 你快走 太危险了这块 不是人家这么普通的武三号者 你怕什么呀 走什么呀 你走什么呀 这样你们俩先打一下怎么样 必须要打吗 你要是还 就不能不打吗 交朋友必须要打吗 哦 不是握个手怎么还这样呢 你跟他握个手 你试试 我握就没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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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这么厉害的人 你像玩死我 我刚才练的这个呢 叫心一把 心一把 对 李其龙 河北威信人 从事武打演员 武打替身工作 在电视剧《新三国》中 饰演夏侯渊 电影《画皮》中 饰演吴钊 成龙李连杰 真子丹等功夫巨星 都曾邀请他作为武打替身 李其龙还在多部影片中 担任武术指导 心一把呢 大家都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 就是在外形上去判断它 其实心一把是无招无事 千变万化的一种功夫 江湖上盛传一个口诀 那个口诀我记不住了 但是说的意思就是说 没人敢 真正会心一把的人过招 那话叫怎么说的 什么宿命心一把 叫八卦间太极华 最狠最毒心一把 李其龙 他还有一段非常传奇的经历 那就是他曾经在 少林寺出家八年 你是怎么和这个少林寺 和少林武术能够结缘的呢 是这样的 我小的时候呢 刚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家乡这个地方啊 一直就是习武成风 我上一年级 三年级呢 有一个练拳的这么一个同学 没事老欺负我 我就打不过人家 我就想我也去练武术吧 就这样啊 后来就去学武术了 其实现在想起来 那都太可笑了 小孩 武术的本质它不是为了打架 你离开之后是去参加了 是加入到电影拍摄吗 对对对 最早的时候我是就做一个替身演员 那个时候是袁和平导演 把我带到了电影行业 实际上你看那些 除了你说像真子丹也好 陈龙也好 对吧 他们都是会真功夫的 就是会功夫的人 拍功夫片 还有很多都是不会功夫的 就完全得靠他们 手把手的教 然后一点一点的教会 他们往上来打 对 就能不能您指导一下我们俩 让我们俩也可以在现场 当一回这个武打明星什么的 对就是我听说好多人不会武术 但是呢经过武术指导 这么一指导 也变得极其潇洒 可以啊 好不好 好 那个那同时您也连现场的设备 您都一起指挥了 好不好 我先来吧 好不好 您的招 看我啊 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 一个刺拳 一个 勾拳 然后一脚 一脚正灯 然后 一挡 对 一踢 直接就一挡 来 那个刘老师的动作 您看我 您看我 来您把您刚才动作打一下 好 一个 直拳 直拳 您看我 先压这 棒 中 脚 一脚 再中 一撤步 一张 对 你看明白吗 为什么我要是挨揍的那个 来 来准备 排击 排击 开始 真可以啊 看他来个后拱班 你真很厉害 我是发现就两个 不太会跟人在一块呢 感觉有点像 就打群家那样 凑不上 对 刘老师 我能打你一回吗 对 可以 没问题 咱俩给刘老师打个样 给你打一把好不好 打一把 然后合着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觉得你跟我打不爽呗 瞬间成了武术大侠了 这点感觉太好了 我还没跟他打呢 好 来 开始 太厉害了 我看你这个后拱班装死 你应该进入这个教程了 我也看 看他还能翻个后拱楼 真厉害我觉得 哇 最后那拱好快啊 我都没感觉到 听说你是在12岁的时候 离家的是吧 对 那离开家的时候 母亲曾经送给你一张纸条 我离开家的时候 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他可能希望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他这个纸条是这样写的 叫 齐龙记住 冻死迎风战 穷死不做贼 不放弃 终会出头 真的 我觉得这样一句话 对李奇龙的这样一个意义 他这么多年坚持走人间正道 那么成长到今天的李奇龙 又成为了咱们危险人的骄傲 再次把掌声送给李奇龙 谢谢